Hello,大家好 一人一车 自驾全国 我现在来到了西藏秘境阿里 过了这道大门 我们就正式进入了阿里境内 美丽的班公湖 神秘的谷歌王朝 我们一起去揭秘 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开始正式进入西藏阿里地区 大家在抖音上经常看到的 没有来过阿里 不要跟我谈什么西藏 我们这下有资格谈西藏了 对吧 从现在从此时此刻开始 我们正式进入阿里的大门 跟我一起走 Let's go 现在正式开始进入阿里的大门 这个天空太魔幻了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一公里左右 我们就正式进入阿里的检查站 正式进入阿里的检查站的时候 这个时候需要核实我们的身份证 边防证 那样如果你少一样 你都进不去 都会被检查站这里拦下来 会被劝回 所以来阿里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提前办好阿里地区的边防证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记住 在进入检查站之前 如果我们是床车自驾的话 旁边在有个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里面有 有有有厕所啊 也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检查站排队 然后进行登记 现在呢我们需要拿着我们的边防证 还有我们的身份证 驾证 行驶证 然后我们去 那个小房子那个地方进行登记 登记完以后 他应该给你一个放行的小纸条 然后我们拿着小纸条就可以通行了 现在准备过去登记 刚刚过去登记的时候 非常非常多的人排队啊 前往去阿里的人 太多了 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现在已经登记完了 现在准备开始啊 过这个检查站 你登记了几个人 你就必须 你就只能过几个人 如果你的登记的人数 跟你的车子核载人数不符的话 你就全部都过不去啊 还要扫这个行程码 我们已经过了检查站了 一切都没有问题 刚过了检查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左手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加油站 那现在整个阿里地区 包括西藏地区 过来的一路上的加油站 是非常非常多的 加油站 咱们都不用太过去考虑 一路上每隔个 五六四公里 七八十公里 最多最多 我从拉萨到这边 最多最多的 都不超过一百公里 就会有加油站 加油站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一路上加不到油啊 也不用带什么备用油桶啊 什么的 完全都不用带 为什么呢 你带着备用油桶 如果你加了油 也是会被收走 这个是属于不合法的 所以建议大家 不要想这些杂七杂八的 要带什么油桶啊 备用油啊 什么之类的 都不用带 你们多虑了 现在咱们祖国这么强大 只要能够保证 你在正常的路上走 你的油是绝对 让你不会没油的啊 咱们整个基建设施 各方面的都啊 相对非常非常的完善啊 所以大家不用考虑这个啊 油不够的问题啊 尽管跑啊 可就是跑啊 约了加油站 把油箱加满就行了 反正百分百保证 你绝对不会没有油 这一期的视频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还有什么不懂的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